投到吳思遙那邊罷免的啊 到現在講話做事都不行啊 投吳思遙 全台灣的名義 並不是只有民進黨說的算 還有蔡建民最討厭 撐到他我投就贏 還有王美會 我只顧人我 我投吳思遙 他在政黨協商 他一直說要討論 還有在罵人 避免罵人 我覺得他根本沒在討論啊 立法院國會改革副議案 今天進行表決 最終以6奢比51的票數 反對行政院副議 民進黨再度吞敗 不過雖然場內議事順利進行 但場外各自有藍鷹 和七鳥行動群眾各站一路 而針對日前有團體喊話 要罷免國民黨立委 這次藍鷹行動 國民黨也以相同方式反制 特別製作看板 讓民眾投票選出 最想罷免的是 哪位民進黨立委 吳思遙 最爛的 因為他最狡猾的 很會狡辯 最討厭的 怨惡度最高的 投吳思遙 我對於他的一些作為不是很滿意 全台灣的民意 並不是只有民進黨說的算 這樣才是民主的真諦 投吳思遙那邊罷免的啊 到現在講話做事都不行啊 我們每天都在看電視 我們都看得清清楚楚啊 那個做事講話那都 完全聽不 不是一般正常人講得出來的話啊 我還想要特別過來這邊 一定要來啊 那個 他們現在 綠黨的一直這樣子 做那種小動作 我也看不下去啊 每天新聞這樣子看 很清楚啊 吳思遙 投房XXX 他沒棄足 要齁 很唱唱的 辛苦了 太深了 一個齁 沒辦法幫助老百姓 他就是 還有 還有 邱建民 最討厭 看到他我妥就贏 還有 沒有完美會 他個人完美氣質 我感覺 他們 討厭很多豬都 討厭到這裡 因為他根本沒有用心 正正在幫助 幫助 受惠老百姓 政黨無法無天 不講道理 不需要 他每次亂講話 講的話都是 不確實的 都是騙人 郎姐 覺得他 不應該 在國會這樣子的 藐視國會 文明的納稅錢 你為什麼 國會本來就要改革了 要讓男民知道說 政府這些錢 你花到哪裡去了 我們男民必須要知道 我偷 吳思瑤 他在政黨協商 只會 抹黑人 抹紅人 他一直說要討論 他又在罵人 避免罵人 我覺得他根本沒在討論啊 所以我覺得 國會改革 必須要通過 讓這些弊案 那些雞蛋 疫苗 這些 都可以公諸於眾 我覺得就是 我們必須要勇敢站出來聽 國會改革 我們年輕人不站出來的話 就是 政府都會一直以為就是 我們不發表我們的意見 那他們其實就是絕大托數 但是其實不是的 就是希望說 我們的新生 國家現在的賴清德總統 他們政府也要能夠聽到 不是他們的意見 才是大家的意見 因為我們不想要打仗 我們也不想要國會變成這樣的狀態 對 政府的一些政策 已經讓我們大家 過得很不好了 對